锦岸乡公所与海洋委员会协力规划 海潮回篮自然人文之旅 设计出四种主题 八个场次的亲近海洋生态活动 而乡长游淑珍在日前 也到场陪同乡亲们参加首场的活动 开启亲子们的亲近在地生态资产探索之旅 小燕鸥飞跃千百里 在这个季节来到花莲西口觅食繁殖 当第一道晨光照耀太平洋时 就是观察它们最好的时刻 为了让乡亲民众认识到地方生态 并走出户外拥抱自然 锦岸乡公所与海洋委员会协力规划 海潮回篮自然人文之旅 设计出四种主题八个场次的亲近海洋生态活动 而乡长游淑珍日前也亲自到场 陪同乡亲们参加首场活动 一同探索小燕鸥与红头呼拉蹄的海洋约会 锦岸乡公所到九月办理四个提示 八场的生态之旅 看到我们的乡亲戴着望远镜 戴着高倍的这样的一个高期待 参与在其中 我们相信美丽的骑海湾 跟我们的出海口 连结一线的海岸线 我们近视探索的好奇心在其中 来到这里请大家轻轻说话 别打扰了我们小海鸥跟我们白头翁 在做潮在觅食在进行所有他们快乐的生态的一个日常 在这里近视惊喜 欢迎大家一起来吉安 探索美丽的生态保护之力 相公所结合在地自然人文景观 采乌碳自行车运动与徒步践行方式 规划系列行程 后续还有骑行海岸线 即跟着移居者路线 从海洋到食农之旅等三个主题将陆续推出 而乡长也呼吁 珍贵的生态与美丽景观 都需要大家共同管养 请爱护环境 也避免打扰地方的生态作息 记者许立琴吉安相报道